今天我先給各位看一篇我昨天才寫的雜誌的文章 或許各位有興趣 尤其是你對未來可能不見得想從事 早久同午的工作的同學而言 這個人的經歷應該是蠻值得不能學習 這個人的經歷無法學習 如果你學習他應該大部分的情況是第一次就會破綻 那少部分的情況是第二次會破綻 極少部分的大概只有1分之1的情況 是有可能達到像這樣 那什麼狀況呢?來看一下這個人 Elon Musk Elon Musk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那這是這位仁雄的照片 那他到底是誰呢? 這個是在SpaceX這家公司的控制中心 那這一個是在Tesla特斯拉這家公司的工廠裡面 看裝備過程 那這兩個公司都是他創辦的 OK 那所以各位可能大部分的人現在可能 賈國師已經死掉了 很多人之所以覺得 賈國師在最近的科技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是因為他和沃森林科一起創造了個人電台 OK OK 那進入家庭 就是蘋果2號 然後接下來呢 又在被開除之後又回來 然後繼續開除的期間 他創造了NASDAQ 然後皮克斯 然後之後回來之後又有iPod iPhone iPad 這些東西 所以很多資訊領域的人會覺得 他這樣的醫生真的是很喘奇的人物 但是接下來這個Elon Musk 他不是資訊領域的人 但是他也跟資訊領域有點相關 怎麼說呢? 他的媽媽是加拿大人 爸爸是南非人 所以他在南非出生 那未來我發現各位這一代可能 你們會發現很多成長於非洲的人 然後突然之間呢 在各個領域開始展露頭角 這是很有可能的 像 Musk是一個例子 像Ubuntu Ubuntu就是南非的一家 Lanes公司 Ubuntu 各位現在如果有Lanes 你應該會用到Ubuntu 他出生於南非 高中畢業後去加拿大上學 然後在美國他創辦了幾家公司 就是比較知名的幾家是PayPal PayPal 如果你現在要買國際的貨品 你應該會用這個東西去買 對 直接用信用卡結帳的話 對 可以掛上PayPal 就可以用路結帳 另外呢 SpaceX 這是一家神奇的公司 最近比較有名的是Tesla Tesla 這是他們公司的照片 Tesla在帕洛奧圖 這基本上應該是西谷 西谷的那個PayPal 應該就跟那個全路在同個區域 全路的Park實驗室在同個區域 然後呢 他之所以有最近很受注目 是因為前一陣子不是有一部電影叫做鋼鐵人吧 那鋼鐵人不是被那個恐怖分子給綁架了 然後 把他 我忘記做了什麼事 後來他被迫必須要為自己 移植一個動力系統到胸腔裡面 所以呢 他就綁了一個動力系統到自己的胸腔裡面 然後為自己發電 然後他就弄了一個核電廠 然後把它放在自己的胸腔裡面 那當初拍鋼鐵人的導演呢 那當初拍鋼鐵人的導演呢 這位很兇風 然後他說 那Elon Musk 的個性和這個故事是 是啟發他做到主講Tommy Stark 個性的一個重要關鍵 所以後來Elon Musk 就被稱為創業鋼鐵人 我們看一下他的故事 他十歲的時候買了第一台電腦 然後學了程式設計 十二歲的時候呢 他設計了一個太空遊戲軟體叫Plaza 賣了五百塊美金 那這次不多五百塊美金 就算以他年紀大概跟我差不多吧 所以他十歲大概我也差不多十歲了 那十歲的時候 我十歲的時候五百塊美金大概多少 那時候比較高兩萬塊左右的台幣 兩萬塊左右的台幣 所以沒有很多 那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呢 他從南非的這個Plaetoria Boys High School畢業 那因為南非跟我們一樣是有平易制度 至少在那個年代是有平易制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因為他媽媽是加拿大籍的人 他爸爸是南非裔 媽媽是加拿大裔的 然後爸爸是南非裔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取得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然後到加拿大的皇后大學去讀書 那兩年之後呢 他就轉到美國的平州大學去讀商業和物理 然後在該校的沃頓商學院取得經濟學學士之後 他繼續留了一年 在那個學校修物理課程 一年之後他又取得物理學學士 然後接下來呢 他就搬到西谷去 那搬到西谷去之後 他打算在斯坦佛大學面用物理和材料科學 那他也進去了 他也進去了 他也進去了斯坦佛大學 但是呢 他住這兩天之後就決定錯學 然後 第一個 第一個 他錯學之後做了什麼事呢 錯學之後 他馬上跟他弟弟 金貝爾瓦斯克 然後開了一家稱為 Ziv2的線上出版本體的公司 然後開發了一個這樣的軟體 然後在1990年 1999年的時候呢 他用3.07美元 加上3400萬美元的股票期權 賣給康佩克和康佩克這家公司裡面的 康佩斯塔部門 那這裡 股票期權是指 是一種就是說 權政 那也就是說 漲價的時候 他就可以認購 他跌價的時候 他就 他就 不要錢 那種東西 好 好 那 那 康佩克的 AtaVista部門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呢 這個各位可能都沒有印象 因為 AtaVista是在Google之前 全世界最大的收集引擎 那Google 1998年出來 那 他們在1999年 把這個工資賣給 AtaVista 所以 那時候其實AtaVista還比Google更強 1999年應該 AtaVista還比Google更強 一直到 大約兩千年之後 Google就取代他了 那Google 1998年出來 我印象中1998年出來 好 接下來 他成立了一個叫Astacom的公司 Astacom這家公司呢 他 在1999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他併購了另外一家公司 這四個人所創造的 1998年所創造的一家公司 叫COVIDET 那COVIDET呢 併購的時候 他們已經在開發一個軟體 叫做PayPal 開發幾個月 那 Elon Musk認為說 PayPal應該有更大的前途 所以呢 他在2000年10月的時候 決定 停止 Astacom裡面的其他開發專案 專注於PayPal的開發 然後 把Astacom乾脆就改名叫PayPal 然後2001年呢 他就 把這個技術跟Ebay看好 然後用在Ebay的結帳裡面 所以這時候開始PayPal就開始變成一種全球性的結帳方式 就像現在大陸的結帳方式 支付寶類似的這種方式 那 2002年的11月的Ebay用15億美元購買 收購了這個PayPal 這個PayPal就真的成為全球性的網路交易結帳方式 那到了2004年的時候 那個 這個 馬員的淘寶才創造出支付寶這個東西 那 目前的話 在中國通常使用支付寶 在中國以外通常使用PayPal 那另外 接下來在2002年的6月 他就獨自投資了1億美元 在加州霍商市火箭路 這個 欸 加州 抽美血 加州霍商市火箭路 然後呢 1號 這顯然跟我們學校有點像 應該那個區域就是空的 然後我們 我們是經營像大學路1號 跟大學路1號 但是1號裡面有很多分號 分物 那這個1號 通常就是指那個區域 都沒有其他的東西 然後創立了第三家公司 叫SpaceX 那SpaceX這家公司 在台灣的角度來看 會是覺得完全無法想像 為什麼他們經營的業務是太空發射 那他們短期的目標是發射衛星和月球探索 選擇目標是他要在火星上面打造一個生物的生態環境 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是人 應該會是從一些微生物開始 那 換句話說 他說SpaceX其實他所做的生意是 美國的NASA太空總署 和各國的太空發射中心所做的那種事情 那現在像這種東西是有工業需求的 因為像台灣的話 前一陣子有發射那個浮衛2號 當然不是我們發射的 我們是請人幫我們發射 然後把我們的衛星載上天空 所以現在浮衛2號所傳回來的那些太空資訊呢 都會 都會 就是集中在中央大學的一個 一個單位裡面 那他們會持續的收集那些太空資訊 那包含天氣之類的 那 Elon Musk他認為太空服務的價格太高 那 所以他覺得應該可以降低 非降低的話就可以賺錢 那所以呢 他覺得太空服務的價格之所以高 是因為 官僚機構沒有效率所致的 所以他列出了10個因素 認為可以透過這10個因素來降低太空服務等成本 所以他計算出來的結果是認為 1100美元每公斤一次的價格是可以達到的 那1100美元每公斤 那如果你想上太空的話 你要付多少錢 你個人的體重如果假設是50公斤好了 那你就大概要五萬五千美元 那如果你想上太空的話 對 五萬五千美元 如果你不帶行李 如果你帶行李 算是100公斤 但是 就 十一萬美元 十一萬美元的話 大概是 不會很回容 十一萬美元的話 大概是 三百多萬台幣 三百多萬台幣 但是 以上太空這種事情而言的話 三百多萬台幣 應該不是很貴 那所以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呢 他們已經做了一些事情了 第一個事情是 2005年1月他們購買了一家衛星技術公司 百分之十的部分 那2006年呢 他跟美國的太空總署簽約 然後 簽訂一個 商業軌道運輸服務的合同 然後 到了2008年呢 他又再得到十六億美元的合同 然後 去確保太空說 在2010年 退役後國際間的 國際航空站之間的補給額目 到了2012年8月 他簽了一個更大型的契約 那 要在2017年可以重啟太空計畫 然後 那個計畫呢 是 是要做太空飛行服務 好 那 而且呢 美國已經把 計畫把這樣的服務 可以提供成商業用途 好 那 接下來 Space S 他還參與了美國的火星計畫 然後 在2011年7月 他跟 這個 哈姆斯研究中心 合作開發一個低成本的火星程度的構想 那 在這個構想裡面 他們要使用重型列印火箭 但是 這不代表說 這是他們第一個火箭 事實上他們已經發射了好幾個火箭上去了 那 而且他們也 真的 真的 做出了那樣的東西 可以提供那個 衛星上面的太空服務 航空站的太空服務 那 這下面這些呢 就是他們 的 產品 已經發生出去的產品 這個是 列印1號火箭 解錯了 列印1號火箭 這是列印9號火箭 這是天龍號太空船 Space Dragon Vocam Vocam-9 Vocam-1 那 這個 這個 火箭發射像這個 Space S Dragon 他真實的展示在那個 這個 2007年 就有 陳列出來給人家拍照 那 這是他的子體 那 這個是 因為還沒有做對接 那麼 而且 就是 就是 所以就 藝術家去想像說 OK 當他對接的時候 然後他把那個真實的太空站 跟他要接的頂 畫出來 再長這個樣子 那 接下來 他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他們 除了 他創造另外一家公司 叫Tesla Tesla 這家公司 最近很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電動車上市之後 變成全世界 幾乎是唯一可以商業化的電動車 他們現在已經出了兩款 第三款展示款也出來 這兩款 一個是Tesla Rost Rost 是這一台 紅色的雷塔 那 當然他可能有別的顏色 但是 我們看到資料是雷塔 那 另外 現在賣的最好的是Model S Model S Rost比Model S貴 所以現在的主力其實是Model S 那 Rost 在出 比較早出 出了之後賣了 好像前幾年就已經超過兩千三百台了 那這台算是少的 那他的售價蠻貴的 你看 十萬九千美元 最低售價 那十萬九千美元 大概 至少三百多萬 好 那 接下來 2012年的時候呢 他 發佈了第一台 商務純電動車 這個Rost還不是純電動 那 但是 他發佈這個Model S就是純電動 完全不靠油 完全不靠汽油 他的售價在 比這個Rost還便宜 在4.99萬到9.79萬美元 那 這個就 很有競爭力 因為4.99到9.79萬 假設 就算10萬 那也不過是300萬台幣 300萬台幣 那 如果是一半的話 那才150萬台幣 現在隨便一台頭優 他都得到80萬 所以他150萬台幣 就可以買到 其實 是非常便宜 那 以這個價格而言的話 應該 目前的 車款可能大部分 是在 300萬左右的 所以 這只是範圍 那 你可以看到 電動車開始進入真實的生活 是由特斯拉開始 未來各位 畢業之後 工作幾年 你可能會有需要 車子的需求 為什麼 我大概也是這樣 因為 你在學生時代 車子的需求 不是很強 除非你老爸有車給你開 那 你本身的需求 其實也不是很強 但是等到你 結婚生了小孩 你必須要載小孩 你可能會用機車載它 但是 考慮到安全性 你還是會想用汽車載它 OK 所以那時候需求 就會自然出來 所以 未來 汽油如果 越來越貴 其實 大概2008年 還是2009年的時候 有一陣子汽油 非常貴 100多 每年一桶的時候 那時候 其實 很多商業形態 都有點 有點在改變 後來汽油降回來 商業形態又調回來 但是他們這個電動車 就是不加油 完全不加油 他們的設計非常獨特的一點是 因為電動車 怎麼講 畢竟它是靠電的 所以 一般來講 我們做電動車的時候 很少會做整台電的 因為你會怕它沒電 所以 你還是會做 什麼就是說 讓它也可以加油 所以就變成油電穩的車 但是油電穩的車 就會有 有優點 當然還有缺點 優點就是 你沒電的時候 也可以用油 但是呢 缺點是你兩種設備都要有 兩種設備都要有 你自己要有引擎 要有 有燃燒油的那種引擎 而且汽車的引擎 是最貴的油電 那如果你要有高級的引擎 那你的車其實反而會比電動車更貴 成本 那你又要有電 雖然呢 你的電可能 可能 不見得要 要讓它可以好朋友 那很多廠 車廠其實 都試圖做這樣的電動車 像BMW就有做這樣的電動車 但是 都賣得不好 那Tesla它的 就採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 我完全不要有 我只要有電 所以它設計出來 它變成怎麼樣呢 它這些車 這裡其實沒有引擎 這裡沒有引擎 所以它的引擎蓋打開呢 其實 其實 它整個車的承重 都是在底下 平鋪了 一大層的電池 7000多個鋰電池串連在車子底下 讓它 充一次電 可以跑400公里 不用再充 那可以跑400公里 這就已經是 非常的 強大 意思就是說呢 你從台北充一次電 中間不用再充電 就可以跑到高雄 甚至屏東 那這非常強大 非常強大 非常強大 它最近呢 在加州光是2013年的上半年 就賣出了八千九百兩 八千九百兩 它的銷售量在加州超過保時捷 這代表 這很有代表性 一個電動車 價錢跟保時捷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它的銷售量超過保時捷 代表電動車的時代似乎真的來意思 為什麼 因為特斯拉的關係 所以這裡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 蠻神奇的東西就是 這個傢伙 它居來 從APEL ZIP2APEL開始創立 然後呢 想要進軍太空科技 然後發射火箭 做太空船 然後接下來呢 它 開了一家電動車廠 顛覆了整個全球的汽車工業 然後接下來 還沒完 但是它做那麼多事 這個人四十幾歲 做那麼多事 你會發現 當然一定會有些什麼問題 對不對 人生不能這麼完美 這麼完美的人生 那 應該上帝會很早 找他去報到 但是 2000年的時候 他結婚了 跟Justin結婚 他生下來 連續就生下了 一對雙胞胎 一對三胞胎 所以總共 馬上就變五個小孩子 而且都是男生 然後後來 他有沒有辦法忍受 他這種奇惡的個性 所以2008年就甦情離婚 而且他還寫了一個 文章還被翻成中文 標題是 創業家的老婆 比創業家的女友更苦 剛給了 林隆馬斯克前妻的心酸告白 這種 這種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這是 這是 未來你要走什麼樣的路 你要跟誰結婚 其實 會是一個 會是一個 有時候是很難 很難承受的事情 因為 那個東西 是 一天一天一天一輩子 幾天天幾萬天的那種事情 所以 這是 這是 一定要有辦法 有辦法 相處得好 那如果你 碰到一個人 他全心就是 要做創業這個動作 那你只能配合他 你不能拉著他說 你不要前進啊 但是 可能 他本身個性也會 像 他老婆為什麼會決定成他離婚 其中一個原因是 有一次他老婆發生車禍 然後呢 他什麼動作都沒有 連去醫院看他的時間也沒有 所以他後來就決定跟他離婚 那 他 老婆跟他提出離婚訴訟的六星期之後 他就發了一封簡訊跟他老婆說 他已經跟另外一個 叫 這個名字的一模女性定婚 那 三年之後 2012年喔 Elon Musk又跟這個女性定婚 所以 看來真的是沒有人受得了他的那種個性 那有時候 就是這樣 你夢想很大 你家庭 就很難 解僱 這是一個 很麻煩的事情 那 我找到Elon Musk 在TED上面做的 就是接受的一個專訪 那TED都會應該 我已經都會介紹過 那這一個專訪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那或許正是因為這樣 其實他不只做這些公司 他還參與了 一家叫做Solar City 這家太陽門公司的 創建 那這家太陽門公司後來的實行長 是他的表兄弟 Round the Line 然後 2012年7月 他又再度提出一個 非常可怕的計畫 叫做超圍路列車 Hyperloop 那這種 他自己形容 這種是一種結合協和號飛機 駛軌炮 空氣區混球 多的原力 所形成的交通工具 這種交通工具 時速可達1,102公里 然後 他認為這種交通工具會變成 汽車、飛機、火車、船以外的 第五大交通工具 他的特性是這種 這種交通工具 你說他是一台車 或者是 或者是捷運之類的 甚至呢 他的特性是 他本身會利用太陽能發電 所以他要耗的電不多 而且他邊開還會邊發電 然後發的電額還可以提供給電廠使用 所以如果今天他提供太陽服務都是有可能的 那 那 創造 尺數1000公里以上的超輝路列車 而且還可以邊開給發電 我覺得 也適合就有可能 那所以 他會被稱為 創業鋼鐵人 如果以後他真的在胸腔瘡的核反應 我覺得 你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一個人 那在台灣沒有辦法想像這種事情 居然真的在發生 但是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 他們太空工業 其實已經到了可以商業化的程度 OK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專訪 不算太難 但是我 我先用下載的方式 因為下載其實 我發現比較容易 因為 而看 在那裡 他會不會想要 我們來的 那 我現在 我現在 下載一下 不過 我播得好像滿順 既然這樣 播得滿順 我們就不下載 那裡是個最高的重要性化的很好 那裡我們要考慮這次的法律 為一個最高的建築 您問什麼科興風騎的 25% 以為我們接同的車椅 coas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